防疫期间不少宫庙宗教庆典活动也暂停 玉璃妈祖公在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的协助下 特别捐赠百米给南区的三乡镇市中低收入户 尽自己的力量来照顾关怀社会的弱势族群 而随着疫情的趋缓 玉璃妈祖公管委会主委郑梦峰表示 玉璃妈祖公也将在7月份 办理妈祖区役绕境祈福活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夏日午后闷热天气 协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跟着玉璃妈祖公管委会主委 郑梦峰以及成员干部 顶着烈日高温 将手中捐助的百米一一发送给弱势户 彼此祝福与感谢 过程简单温馨 这次是第一次过天荒而发了近6公顿 大概快1万斤了 富里乡 然后玉璃镇 着西乡 我们吉安乡有一个配合的点 希望这些居民 可以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刻 收到一些小小的温暖 玉璃妈祖公关怀弱势族群 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爱新部落人后提供协助 更亲自到场发送百米 令人感动 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日子 我们玉璃妈祖公 我们的主委 还有带领了我们全体的 妈祖公的安心天使们 来到富里乡 赠送我们这个安心米 给我们富里乡所有的地售物物 那这趟安心步步道 我们全 富里乡每一个角落 那妈祖婆婆也会保护大家 平安健康 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玉璃妈祖公也停办各项宗教庆典活动 但面对偏乡弱势户生活 受到疫情冲击 妈祖公也发挥 妈祖慈悲大爱的精神 捐赠一顿的百米 来帮助弱势族群 而随着疫情趋缓 妈祖公也将重启 绕进祈福的社会 因为我们最近政府 有减禁一些活动 所以我们有请示 很多居民啊 信徒啊 跟我们公里反映说 庙里什么时候要办一些活动 因为他们很希望 既有这些活动啊 参与这些活动啊 然后祈求家里的人 身体健康 然后五股可以丰收 丰调与顺 所以我们有请示 神尊跟圣母 他定在下个月 国立的109年的 7月18号 19号要办理 趋温除异的这个 绕进祈福活动 随着疫情趋缓 6月7日起 全台解封 玉璃妈祖宫 经与神明寝室后 将在7月份 办理妈祖 绕境祈福活动 为地方趋意起安 主委 郑孟峰 也欢迎大家 届时 一起来共享盛举 记者是玉兰 副理采访报道 马祝宫 摆访报道